我们知道美国是三权分立 那现在川普就直接提名这样的跟这个三权分立 是不是 有 矛盾这样的这个 情况 三权分立实际上是一种制度 就是这种制度呢很少会受人的影响 他只能够去 选择大法官 但是 选择完了以后 通过了 就没他的事了 他不能再去影响这些案子他再不能就个案他绝对不能干涉这个跟中国就完全不一样 中国实际上他没有大法官这一说他虽然有人挂着大法官的名字 但他是不是大法官的概念 他实际上是共产党指派的那么一个官员而已 就是他实际上更多的是个行政官员 但在美国呢就是这些法官他并没有 这些法官绝大部分没有 几乎是没有人 在 他的一生当中从事过行政工作 就是 他这个隔行鲁隔山完全是隔着的他走的完全是一条法律的途径 走上来的 所以在他的这个生涯当中和在他的这个理念当中和概念当中实际上是 是没有 说我要听总统来 干涉我的任命完了就拉倒了 所以 这个不存在说是影响三权分立的问题因为一旦任命了以后大法官他是一个独立的机制 就是 法律系统是个独立的机制 就像 国会里面 自然有总统的朋友也有总统 跟总统 关系不好的人 或者是对立的人 这个 个人感情一般不大会影响到 这种事情中国人比较容易想到个人感情 怎么就会影响到这个三权分立的 其实是不会的这三权就是三权 他的机制设置了 使得他 必然按照这种方式来考虑问题因为他的来源他的权力来源 是有关系的 这个大法官的权力来源实际上 是只是在 总统任命的这一瞬间 过去以后他不能干涉 所以我不觉得 在这里存在 至少在历史上没有美国没有听说过你总统要是干涉了大法官的 判案的话 马上谈合 不过去